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位助成一和柳云龙已经敲定 女主张若南还在洽谈 我们先来看看男主和剧情 男主又成一和柳云龙 成一的古装剧已经被大家所熟知 柳云龙号称谍战剧教父 演技也是千里挑一 这也是柳云龙时隔近二十年 在批古装剧战袍 这部作品是著名作家孙小用了二十年的心血打造的一部作品 是一部虚构明朝历史的古典小说 作品是从明英宗土木宝之便开始展开 将时代变迁中 英雄和叛徒进行碰撞 将忠诚和道义进行比较 作者权力地诠释助英雄二字 作品中主要讲述了穷困潦倒的书生 亡命天涯的捕快 豪迈不羁的将军和心机深沉的贵公子 四个人在黑暗的时代 交错复杂的感人故事 故事中 武打场面惊心动魄 爱情故事感人肺腑 是一部难得的武侠作品 演员阵容令人惊喜 一部好的作品 肯定要有优秀的演员诠释才能够成为经典 男主之一 诚意 今年的诚意主演电视剧不论是沉香如谢还是底线 口碑都是非常给力 可以说算是经典作品 加上诚意的古装装扮 可以说是一流的 这次由诚意出演男主之一 演技和颜值绝对有保障 柳云龙 如果提到谍战剧 柳云龙绝对是目前最有实力的一位 也被称为谍战教父 柳云龙的演技绝对值得信赖 二十年前一部古装作品《凤求皇》 也是重归重举 可圈可点 现在时隔二十年 在批古装剧战袍 非常令人期待 网传女主张若南 虽然出品方在否认 但还是很多人都认为张若南会接这部作品 张若南本身有助活灵活现的表现力 清纯可爱 笑容治愈 演技也非常不错 在电视剧《女心理师》 平栏一片风云其中 都有良好的表现 网传主演阵容中还有王千元 这位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也是一位影帝 演技早就炉火纯青了 有非常多的经典角色被他完美演绎出来 比如电视剧《五号特工组》中的76号头目奇冠熊 地道战中的高传宝等等角色 电视剧《英雄志》剧本给力 演员阵容豪华 不火采怪 演员阵容中不论是诚意还是柳云龙 扛剧能力都非常强 又多实力在线 看来该剧还没有开拍 就奔注爆款而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